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话说中欧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越演越烈 欧洲有多国都传召了中国大使去召费 而且所采取的措辞都是相当强烈的 而同一时间 欧洲议会里面的第二大党团也都说明了 说如果中国是不肯撤销制裁措施的话 他们也不肯去审议中欧投资协定 现在中欧协定就很有可能 在欧洲议会那时候卡关了 而中国方面他们的反应又怎样 外交部长王毅 由今天起就会一年七日出访六个中东国家 明显就是要突破欧美的外交封锁 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照舊战狼上身 他竟然说到五眼联盟是令人赏起八国联军 而且还宣称五眼联盟是代表不了国际社会的 在说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欧洲已经有多个国家先后召见了住当地的大使 来表达不满 包括了的又是有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丹麦 和比利时 可以说场面都相当虚陷了 因为同一时间有这么多个国家召见中国大使 在这么多个国家之中 法国的反应尤其是强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较早之前就说了一句说话 辣庆了全法国人 他就是宣称 某一个法国的学者 安了个名字给人叫做小流文 令到当地的民众纷纷走上网说 其实自己也是小流文 而这个卢沙野大使的表现 其实也显得有多少不合作 因为法国早在星期一的时候 已经说要召见他 但是他没有即时现身法国的外交部 出现这种情况被形容为不尋常 当地的大使馆解释 这位卢沙野大使 因为行程的问题不刻前往 当然 现在出之也召见了他 丑府终须见家庸 在这次召见当中 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法国政府抱怨 他的言行令人无法接受 超出了世上任何大使馆普遍能接受的界限 这次的会面历时二十分钟 台湾中央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说卢沙野刚刚想提及到台湾的时候 就被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打断了 告诉他下次再约 有一位外交界消息人士说 法国不想把他列为不受欢迎人士 但法国希望他能够停止攻击 而他的态度和寻求共同点的角色是不相符的 反而成为了法中关系的问题 由此可见 这位卢沙野大使 他那种战狼外交思维 又再一次为中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负面的效果 好了 至于这个欧洲议会里面 到底中欧投资协定是否将会被卡关呢? 欧洲议会的第二大党团就说到 说中国撤销制裁 就是审议中欧投资协定的条件 如果说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也是令到中国方面 也挺难去下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叫他撤销制裁才去审议 就是叫他自己不要顾全面子 单方面撤销制裁 其实也挺难去做得到 这个第二大党团这样说法的时候 无非就是不想审议 所以中欧投资协定似乎的前景 都真的相当不乐观 而中国对于欧盟的反制措施 实在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只不过大陆自己搬起的这块石头 究竟是扎到哪个脚呢? 大家自行来判断 好了 中国方面到底有什么反应呢? 外交部长王毅 将会在今天至30日 应邀对于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伊朗 阿联邮 以及巴林 进行正式访问 并且对亚曼进行工作访问 即是一年七日 会到访六个中东国家 明显地 就是要争取这些国家的支持 以及有突破 欧美在外交方面的封锁意味 好了 有记者问到 到底王毅此行 是否想试图组建联盟呢?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国的外交 是与美、英、家等国家的本质不同 从来中国都是反对拉帮结派和搞小圈子的 又不知华春莹如何去评价毛主席的一句话 他说 党内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他这么说 是不是? 谁才对呢? 好了 王毅就进行六个访问 但究竟会拿到什么成果回来呢? 还是未知之数 那究竟在这次访问当中 能不能拉拢得到那些中东国家 是为中国来发声 甚至乎是对于欧美国家 作出一些反弹呢? 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好了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都发表了相当多的伟论 华春莹说到 欧盟国家显然有协调行动 但是 中国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美国、英国、加拿大三个国家 人口加起来 也只是占世界总人口的5.7% 再加上欧盟所有人口 都是占世界总人口的11%左右 而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 这几个国家的声音 就不代表国际舆论 他们的立场 不代表国际社会的立场 他们更加是没有权利 没有资格代表国际社会 我看完之后 就真的觉得他这种说法 是相当新奇和有趣 他竟然以人口的多寡 来定夺 究竟人家是有没有资格代表国际社会 喂 如果人多的声音大一点的时候 那 为什么中国对着印度的时候 他又不说同一种逻辑和说法呢 印度的人口也跟你差不多 你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 是不是正常的 平时 中国对着美国的时候 就会要求美国 要重返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就是叫人回联合国 联合国是一个什么的体系呢 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票 大家平起平坐 哪怕你的国家有14亿人口也好 或者只有几百人也好 其实都是一票 那这个平起平坐 就是跟人口无关的 但是现在华春莹又说 说人口论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有多小半龙门的意味呢 而且就算你说说人口 那么中国有两成人口 那又怎么办呢 就只是代表得到 人口结构是有很大的问题 哈哈哈哈 因为中国的人口老化是很严重 因为之前那几十年搞了一个一孩政策出来 就搞到是很有问题 如果你只是说人口 以人口论人口 印度也有14亿人 但是他的平均年龄是低过中国的很多 那是会有潜力 是会有动力 而华春莹的这番论调 其实是想表达些什么呢 喂 自古以来 哪些国家是能够代表得到 国际舆论和国际社会 就视乎他的综合国力是有多强的 主要看什么呢 就一定是看他的经济实力 和军事实力 我都没听过说会计人头 喂 如果计人头多 就为之是有声音 那联合国也不是这么做 联合国也是一个国家一票 所以他说的东西是有逻辑矛盾的 另外华春莹还说到 他越说越激烈 他还说 美国和他的五眼联盟的盟友 的确令中国看到 他们是进行了协调的 摆出了一副要打群交的样子 他们的嘴唸 不敢让人想起了当年的八国联军 但是这几个国家 显然搞错了时代 新子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十年 但是对中国的脑子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末的晚清 他们显然不了解中国 不了解世界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 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回了也是不好办的 而且联合国有一百九十几个成员国 五眼联盟等的几个盟友 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他去找五眼联盟 来对比八国联军 其实就是有些比以不伦 以及不是很老例 为什么会出现八国联军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昨天也有提到的 就是起先出现了一些教案 就是因为二和团去移动那些传教士 移动那些天主教徒 好了 而且这个八国联军是哪一个宣战先的呢 就是清朝以光水帝的名义 走去和那几个国家宣战的嘛 而八国联军的结果就是 那八个列强是赢了的嘛 清廷输得要被迫签订新丑俄约的 喂 那你去找五眼联盟和八国联军去比较 喂 那你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那这个不是很利是而已 是不是 而且是不是有些什么沿外之音 其实这个华春莹是不是 低级和高级黑来的 怎会拿这两件事来比较呢 而且他思绪真的很混乱 一时就说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 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一时又说五眼联盟等几个盟友 就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因为联合国有八九多有 那你到底想计算国家的数量 还是人口的数量呢 中国其实有很多阿非拉盟友 他们的人口也不是很多 有些只有几百万人 几十万人都有 那那些怎么办呢 你应该说清楚 到底你的准则是怎样 到底谁才能代表国际社会呢 他又没有说 是不是中国代表到呢 因为中国占了两成人口 哪个代表到呢 到底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社会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和大家想象之中的国际社会 是有很大出油呢 哪些国家代表到呢 是不是赞比亚或者基内亚 那些代表到呢 哪些我真的不知道 他又没有说的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